好我們看一下那個計數值跟測量值之間的差異 那什麼是測量值 就是這邊講的是計數值 你把它寫上去就叫計數值 計數的意思是說 譬如說我問你喔 全部要幾個人 像我們在班長 如果有個人就回答5 你會說老師 我覺得應該是5.2 你不需要加一位估計值 因為用數數數完 所以用數數數完這個數字是稱為什麼 計數值 所以它是不需要工具 它只是用怎樣子 這叫什麼 計算數完 計算的 應該不是計算 數數數完 是數出來的 比如像教室裡面36個人 水果5個對不對 這用數數數完 聽懂我意思嗎 這用數的 不好意思 數 輸 輸 輸來的 好 那另外一個叫什麼東西 另外一個叫測量值 這是我們這個單元的那個重點 測量值 那測量的話要用什麼東西 要用工具來測量對不對 不管你用尺 或者用什麼棒秤 彈簧秤 天平 都要工具對不對 那因為你用工具的話 就一定會怎樣 一定會有估計 有估計又怎樣 就會有誤差 譬如說這個有沒有 一個鼻子 一個長度是20.5公分 或者是溫度是25.4度C 他們都需要工具 那你一旦用工具測量 就會有所謂的誤差 那為什麼會誤差 因為有估計值 這樣子 懂啊 OK 好 所以我們看一下這邊 第一個我們介紹是 那誤差為什麼就會產生誤差 請問你什麼原因 第一個 工具本身不準確 就要量度 這個 量的時候 沒有啊 有一點問題 譬如它歪了一邊 對不對 或是天平就百姓不平了 還有東西 人為操作不當 人為操作不當 還有呢 是測量方法的問題 譬如說 我再請問你 一張紙多厚 你量得出來嗎 這張紙多厚 你根本量不出來對不對 所以 那我先問你吧 這是基本常識 一張紙幾個都出來怎麼辦 這個我以前曾經誤過學生 我忘記我誤過你們了 你如果量出一張紙有多厚 因為一張紙太薄了 基本上你工具量不出來 而且那個誤差肯定非常大 所以怎麼辦 我們去拿一百張嘛 我拿一百張去量個可以了吧 拿一百張來把它壓扁一點 然後呢再重新量一下 那是可以量出來 而且量完之後長度幹嘛 除一百 所以換句話說 我量一百張跟量一千張 哪個我比較準 一定是一千張比較準 因為你要除一千 所以他那個小數點後面的數字 可能會比較更精準一些 當然最好我可以量一萬張 當然可以啊更好 可是一萬張厚度可能就 蠻厚的喔 我覺得一千張至少就至少 將近有可能 如果沒猜錯的話至少有 將近一千張的話至少看一下 三到五公分跑不掉 三到五公分跑不掉 那只是告訴你說 如果要量一個那種很薄很薄的東西的話 當你知道工具沒有那麼小的時候 工具那個最好當中沒那麼小 就怎麼辦 你就把那個東西怎樣 變多 然後處理它的個數就好 這樣會嗎 可以啦喔 OK 好這個你把它寫上去